截至今天中午 印尼一共是出现了4440个热点 主要集中在苏门达腊和加里曼丹 美联社报道指出 印尼政府至今已经是逮捕了 230名涉嫌放火烧巴的人士 其中有三人被指在德索尼洛国家公园烧荒 罪成者最高将会被判坐牢十年 因为烟埋 如今不只是央及我国和新加坡 就连泰国南部地区也沦陷 马路上灰蒙蒙一片 远方的建筑物几乎看不清楚 这对惯常骑摩托车待步的泰国人来说 这简直是一大折磨 但是为了维持日常工作 民众只能够戴上口罩防止生病 受烟埋影响最为严重的泰南地区 分别是宋卡 沙端 野拉斧和北大年 当地卫生局官员除了向民众派发口罩之外 也劝导人们减少户外活动 数据显示 从9月5号开始 当地的空污程度就节节上升 过去几天更是达到了危险水平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